我們現在要複習的內容叫做物質的世界 這裡有一個神奇的計算叫做重量百分之度 我們學習的重點要各位了解 什麼叫純物質 什麼叫混合物 什麼叫物理變化 什麼叫化學變化 理論上是學過例子觀點之後 才會有比較正確跟清楚的觀念 知道物質在變化的原因 還有我們教一些檢驗跟分離物質的方法 那麼這邊一個大重點就叫做重量百分之度 的意思跟它的計算 還有跟它有關叫溶解度 溶解度就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物質跟物態 我們說以前考試會考什麼叫物質 具有質量占有空間 我們講的物質是一個抽象的特性 我們說什麼物體 鐵因鐵乙都叫做物體 有特定用途 特定形狀 它們都是鐵做的 鐵叫做物質 鐵叫做物質 所以呢 白糖 方糖 冰糖就是物體 然後糖就是所謂的物質 物質 OK 好 這個意思 我們就要學就是這些物質的這些性質 一些變化等等之類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學習那個物理化學 學這個 那麼能量就會促使我們的物質發生一些變化 它這些變化 通常在變化的時候就會伴隨能量的進出 是吸熱或者是放熱 能量沒有質量也不再有空間 它就會促使物質發生改變 能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什麼電能 熱能 光能 核能之類的 這裡很多我們都會教 像三年級的上學時 我們就會教所謂的核能 動能跟衛能 核能 動能 衛能 如果有這些事情知道一下 三年級的最後尾巴就學了電 就會跟電能有關係 存物質跟混合物 混合物 混合物物 存物質就是所謂的組成一定 因為組成一定就有一樣的一定的性質 我們是要跟各位講過的 什麼叫做組成一定 就是它的構成的原子的種類 數目跟排列方式是固定的 這叫做所謂的組成一定 組成一定 組成一定 OK 還有一個性質 有一個融點 一個背點 一個密度 一個比熱 像這些都是所謂的存物質 這些都是所謂的存物質 OK 混合物就是有兩種以上的東西 拿在一塊 然後沒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就沒有一定的性質 所以像糖水 可以水多一點可以糖 多一點不一定 不一定就叫做所謂的混合物 存物質跟混合物 那麼我們的台灣的國中的課本 都把你存物質分作原素跟化合物 我們說這個化合物是錯的 原素是個觀念 是基本材料的意思 它不是 用叫單值 可是國中沒有單值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就跟著講原素是錯的 這以後我們講完例子觀點之後 會有更清楚的了解 我們以後再說 我們以後再說 那麼剛才講過兩個東西拿在一塊對不對 兩個東西拿在一塊它有兩種 一種叫做化合 就是兩種元素一定的比例結合在一起 這個叫做化合 水就是要氫加上氧 現在兩個氫加上一個氧 變成了這個叫做所謂的化合 化合它構成了存物質 OK 那麼所以我們講過這個就是要有一定的種類 一定的樹木跟一定的排列方式 都一樣就是相同的化合物 有一個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種類不一樣 樹木一樣 排列方式不一樣 國中只有學過一個排列方式不一樣 你還記得是誰嗎 講一根以存 有其化合物 OK 好 那如果不是這種就是大家要所謂的混合 剛剛講過的所謂的混合 混合 混合跟化合的時候 基本上混合的時候 東西的性質並沒有消失 糖加水變糖水 水不起來還是甜的 水的性質在 糖的性質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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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跟粉 硫跟硫粉 硫粉跟鐵粉混在一起的時候 實體過去 鐵粉還是會被吸起來 所以硫的性質都在 這個叫做混合 性質都還是在 但是如果是化合的時候 兩個東西把它在外 變成一個新物質 通常是它原有的性質會消失 均有可燃性 陽有助燃性 化合成的水 進不可燃也不會 助燃 沒有 我們的 剛才那個硫跟鐵 如果化合成硫化牙鐵之後 實體過去就吸不住了 吸不住了 性質就不一樣 不一樣 這是所謂的不同點 一種叫混合 一種叫化合 當然我們主要在叫所謂的 化合物的性質 化合物的性質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所謂的元素 跟所謂的存物質 所謂的混合物 所謂的混合跟化合的一些想法 OK嗎 OK